陈一龙遇到了一生之敌 他的洗浴中心白天刚刚开业 晚上就被周所长给疯了 他气急败坏 召集手下来到警局外 关键时刻老陆阻止了 他们肯定有埋伏 姓周的是个老警察 姓魏的那小子又是个刑警 他们已经吃了一次亏了 还会再吃第二次亏吗 老陆说的分毫不差 一切正如他所料 警局内几十个警察 各个贺枪时代 坐等他们上钩 这一次陈一龙听劝了 回到叶总会 老陆眼睛一转 有主意了 他就是典型的杀人不见血 吃人不吐骨头 他让陈一龙去找邱局长摆平此事 倘若邱局长不愿 就去告他们 上一次他们来抓人 不小心磕掉了圣子的牙 这就是最好的撬棍 是一旦造起来 就是强保着轮推 陈一龙眼睛一亮 当即就想去找圣子 但是被老陆阻止了 他补充道 先把圣子开除了 这样他告警察就属于他的个人行为 与我们无关 陈一龙惊呆了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倒吸了一口良气 心中暗想 这个人万幸是我的人 几天后 在老陆的建议下 陈一龙开了一家娱乐公司 言下之意 就是告诉本地黑帮 他来了 还要奋一杯羹 还也当天 来了许多有头有脸的人 有白有黑 都是大咖级别的 这其中有一个叫鲁战山的男人 在松江本地 他属于老派黑帮 实力雄厚 众人见他都是点头哈腰 还有一个叫丑武的 原是鲁战山手下的一个马仔 近些年势头真猛 不可小视 至于其他的人 可忽略不计 陈一龙走进了包厢 他先给众人来了一个下马威 他先将一个姓赵的人 拖了出去 将他刚刚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打吐了出来 只因为这个姓赵的 上一次没有来参加他的饭局 之后他才缓缓地 坐到鲁战山的身旁 鲁战山以老大自居 他让陈一龙先喝酒再说话 他别鲜肝为敬 怎料 陈一龙连酒杯都没有抬 愁无看在眼里 他替鲁战山说了两句话 怎料他的背后 突然被一个枪口抵住了 是陈一龙的保镖 你是不是 不改言 但陈一龙可不吃这一套 松江一共有八个区 他直接说道 我要松江和宽阳 其他的给你们 不是他的良心发现 而是他说的这两个区 地处是中心 富的留有 鲁战山自然不愿 但你听见陈一龙是怎么说的 这什么事啊 就怕讨论 这一讨论 就没完没了 我呢 没工夫跟你们讨论 就这么定 嚣张 嚣张至极 陈一龙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咬人的狗 都是不叫的